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大米松糕,松软香甜,步骤简单,一起来做吧 先在盆中加入60克白糖,200毫升温水,把白糖搅拌融化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在盆中加入350克大米粉,140克糯米粉,混合均匀 加入化好的白糖水,边加边搅拌 搅匀以后将里面的颗粒脱碎 像这样断起来能成团,用手一捏就散开,湿度就是刚刚好 另取一个碗,取出200克拌好的米粉 加入6-8克紫薯粉,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过一遍筛,这样更加细腻 白色米粉也过一遍筛 过筛以后放一旁备用 蒸屉底部铺上笼布 取一个活底蛋糕模具,倒扣在蒸屉上 先放入一半白色米粉,铺均匀 再用刮板轻轻刮平整 铺匀以后再放入紫色米粉 同样用刮板刮平整 千万不要用力按压,不然松高就不松软了 最后在最顶部再放上剩余的白色米粉 用刮板刮平整就可以了 上面盖上一张蒸布,防止水蒸气低落 水开以后放入蒸锅,转中火蒸30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,快速取出松高,避免底部潮湿 放在透气的容器上,稍微晾一会 不烫手的时候,用刀切成小块 也可以直接用手掰开,这样更加方便 切好以后,顶部放上糖桂花点缀一下 也可以增香增甜 这样我们的大米松高就制作完成了 做法简单,松软香甜不粘牙 还有浓浓的米香,非常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见 慢点 慢点 少许多